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1997年的7月1日 最难忘的一个时刻 就是看着这个英国的国旗降下来 我们的五星旗升上去了 一个六十岁的人 盼望的一个时刻 香港回归祖国了 永远不会忘记的 而且是一个非常兴奋的时刻来的 很感动 其实在二十年里面 我们经过了很多的困难的路程 比如像SARS的事情 比如像金融方面的波动 主播都是很关心的事 因为有这样庞大的后盾 所以我们处理问题都比较容易一点 我总是记得的 在SARS的时候 那个时候 吴景涛主席的时候 他要我四月份到深圳去见他 要我 同我说 说 你的经验是怎么样 那么他也说 我听他的经验是怎么样 他也问我 你有什么要求没有 那我也就同他说 我说我要求真的很多 这个医疗的物资啊 那个时候 不够 真是不够啊 香港 真是不够啊 这种 你在医院里面要穿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防护服 对 对 就根本就不够了 街上的口罩都不够了 什么 就是都用完了 那这种糟糕的不得了 也着急的不得了 药啊 我通常说了 大概第三第四天 他就送来了 这个东西 我们很感动的 这个因为 一说他就知道 因为 还好国家大嘛 他可以重新安排一下 有些东西就会出来 这种的 这种的 这个关心 这种的 这个 对我们的照顾 这个 我们都 都亲自地感受到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